身价千万张仪宁为何嫁大二十岁的富豪,婚后说出真实原因,身价千万张仪宁为何嫁大二十岁的富豪,婚后说出真实原因,在中国乒乓球界,诞生了太多知名运动员,比如邓亚平、王楠和张仪宁,其中张仪宁被誉为是拼弹大魔王,曾经也流传各段子,张仪宁对女儿说,想玩银牌到你王浩叔叔那里去,金牌随便玩, 看到这样的段子,也明白张仪宁有多么强大了,提及张仪宁,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,张仪宁职业生涯获奖无数,每当张仪宁参加的比赛,冠军也毫无疑问被张仪宁拿走,因此张仪宁的身价更是无数,但是张仪宁为何会嫁给大自己二十岁的富豪呢? 首先说到张仪宁为何会被认为是中国乒乓球界著名的大魔王,87年开始接触乒乓球,90年天赋超群,就利用自己的技术拿到第一个冠军,因为成绩出色, 94年就正式开启了乒乓球运动员职业生涯,之后他凭借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和自己独特的打法技巧,几乎拿遍了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,在三大赛获得19个世界冠军,其中奥运冠军的奖牌就有四个,成绩如此优异,完美全是拿奖拿到手软, 大魔王的称号也因此而来,张仪宁长相天美,成绩突出,却在仅仅认识三个月的情况下,就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老公徐薇。 对此,网上因为不同的看法产生争议,有很多网友问道,为什么张仪宁会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人呢? 当然,原因还要张仪宁来解释,张仪宁的老公徐薇,旗下拥有很多上市公司,曾经又是一位数学天才,去留学日本的时候甚至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,后又去美国发展,赚到第一笔钱后才回国发展的,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,相比较经济来说, 好像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更能吸引张仪宁,两人在一起期间,生活非常的甜蜜,在09年10月,张仪宁与徐薇正式举行了婚礼,这场迅速且低调的婚礼让连参与婚礼进程的安保人员,婚庆人员都与张仪宁,徐薇扑付签署了保密协议,可谓低调至极,对于两人的闪婚,网上流传一种说法, 那就是张仪宁母亲两人还专门找人看了两人的生辰八字,看完之后才发现非常的吻合,甚至还没等徐薇批亲,张仪宁母亲就开始催促他们二人的婚礼了,就连结婚时选择的日子,也是张仪宁母亲请人看好的,后来张仪宁参加一档节目时对此有自己不同的看法, 他说,我们性格比较相似,三观一致,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基本一样,自己将来的另一半要特别爱我,一定要有让我崇拜他的地方,一定要比我棒,徐薇正好是这样的人, 在我们看来,年龄不是问题,合不合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,对于自己为何嫁给大二十岁的徐薇,张仪宁也说出真实原因,表示道,老公徐薇他能让我幸福,他是一位会关心人的人,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, 所以结婚也是我们最终的要求,看到张仪宁的回答,所以还是让我们一起,祝福他们恩爱如初,长长久久,一起幸福地走下去,最后对于张仪宁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徐薇,你们怎么看呢?